公拜垂城的哥本哈根大会 公布了世界最危险地区的诊断书 答案正是许多国家赖以致富的 港口三角洲 这些三角洲对中国是惊人的答案 联合国公布全世界最危险的三角洲 在中国是黄河 长江 珠江三角洲 也就是中国的经济命脉 天津市 北京市 上海市 广州市 所有因为海洋贸易时代崛起的港口城市 都将因大海而起 也将因大海而没